我覺得可以分為兩點 第一點是透過企業識別系統的MI跟BI 可以將公司的經營理念、使命願景 融入在平常的作業當中 透過VI的一致性 可以增加內外部溝通的效率 第二點可以透過品牌打造 把創業主的創業理念 融合在公司的經營理念 增加企業的接班傳承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就是不確定性 因為品牌行銷不像是會計 它有一定的會計系統可準則可以去遵循 品牌行銷面對的是人 尤其在進行國際行銷的時候 我們不確定市場的消費者是否認可我們的願景 喜不喜歡我們的Logo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因為品牌行銷存在的不確定性 所以如果透過專業的顧問輔導 可以減少這個不確定性 非常高興我們找到顧問 來協助我們申請工業局 台灣品牌要費計畫 透過他的前端分析 品牌策略基礎 品牌識別策略 與品牌管理 降低這些不確定性 增加投入資源的效益 非常謝謝工業局 跟台灣品牌要費計畫 謝謝